在前几个月,范冰冰事件刚过没多久,曾经的话题女王范冰冰,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,已经淡下去了。 只有网上的一些八卦范冰冰会和李川在明年二月份结婚,退到幕后,淡出娱乐圈。 不过,现在范冰冰又被保住那另个事件,范冰冰失开等级税发票数额高达7000万。 这是发现的,还有没发现的,大家想想,另外,这些事情带给她的不只是这九亿多的真金白银,更使她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 还有可能会吃老板,一人一旦得行有亏,失去的绝部这金钱,更有可能是职业生涯。 一场接着一场的风波,范冰冰的演艺事业已经影响极大。 但余震,才刚刚开始,海量的添加代言,不翼而飞。 根据泰雷哈尔斯尔报道,泰国著名的王权免税店对外宣称,范冰冰已经不再担任免税店形象大使。 范冰冰也被戏选为最短命的泰国王权免税店代言人。 9月12日,澳大利亚保健品公司Swiss Awareness宣布会暂停与范冰冰的合作。 在这之后,她还有可能会有牢狱之灾。 对此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。 这次QQ看点全球娱乐头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